英国奴役印度几百年 英国奴役印度几百年,杀人无数,可谓是苦大仇神。但是,现代印度人不但不憎恨英国,反而还很感激。这是为什么呢?近代英国开启工业革命后,就开始了对全球殖民地的战略。 尤其是十六世纪开始,逐步征服印度大陆,通过不断的战争,逐步殖民整个印度,掠夺资源,倾销商品,杀戮百姓,镇压反抗。 在几百年时间里,印度被当奴隶一样被剥削,被残害,期间死在英国人,屠刀下的印度人多达千万,还有无数被饿死的。 可以说,几百年的奴役历史,也是一步血泪史,是英国人的犯罪史。 但是,对于这段历史,印度人提起英国人,看不到任何的憎恨,看不到苦大仇神,而还有很多的感激。 这到底是为何呢? 其实原因不外乎四点,一是,帮助印度完成统一大业,印度在古代完全就是个概念,印度人几千年无力统一印度,亚历安人,波斯人,蒙古人等十几个民族先后奴役,屠杀印度,也都没能统一印度。 而英国人来后,最大的功绩是帮助印度完成了统一大业,实在印度,从来没有统一的领土重新统一,没有英国人,哪有现在印度的近三百万国土,恐怕连三分之一都没有,你说印度人敢不敢激。 第二,英国人解放了印度,印度现在被西方包装为东方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,建立了一整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,这一点印度人更是骄傲自豪,将自己看作民主的典范,民主解放的范例,而这一切都是英国人带来的。 这一点也让印度人提起来,就敢激起领,在很多印度人看来,没有,英国,印度可能还是原始状态,跟亚洲非洲很多地区一样,是英国人解放了印度民族,带来了民主。 第三,英国人留下了工业基础,在二战结束后,印度是亚洲地区工业最发达,最完善的国家之一,当时可比我郭富多了,而这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。 当年英国人虽然在印度剥削掠读,但是为了更好的剥削,也进行了大力建设,留下了完整的工业,还有两万多公里的铁路,印度至今还在用。 因此,很多印度人认为,印度能有今天的发展,那也是英国人的功劳,怎么可能恨得起来。 第四,领袖于智,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,印度独立后,印度历界的总统,从里等社会精英阶层,基本上都是以英国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,对于英国的文化和观念是十分的认同,对于英国人也是十分的感激。 因此,他们上台后也不会去抹黑英国,反而表现出了感激的意思。 所以说现代印度才这么感激英国人,丝毫恨都没有,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。 更多精彩,请关注,揭秘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。